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欢迎来到不只是昆曲 我是刘嘉瑜 我想我们常常在看一出戏的时候 台上除了演员式这整出戏 是不是够精彩 很重要的灵魂人物之外呢 通常在新编戏里头 大家也会非常注意到 一个成败的关键 那就是剧本 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 就要来跟您好好的聊一聊剧本 这回事 为各位邀请到的是 非常年轻的一位 传统戏曲剧本的创作者 陈建兴 建兴你好 你好 那建兴其实最近也有一个作品 你写的剧本即将要在舞台上面演出 是 就是国光剧团的天上人间礼后主 天上人间礼后主 建兴当初怎么会开始 跟这个传统戏曲结缘的 就是刚好是国中三年级那一年 然后开始跟着家人进剧场看歌仔戏 对 你家人会进剧场看歌仔戏 而不是看野台的 对对对 你还记得那时候看的是哪一出 那时候是看那个河洛歌仔戏团的秋风词 对 就在国家剧院 就在国家 对 哇 你爸妈也是文艺青年 就主要阿姨喜欢 然后就带着我们一整架子就去看了 那通常小朋友看歌仔戏总觉得 那大人或者长辈们看的 你那时候没有心里头很排挤 就很神奇 我觉得我从小就很喜欢听故事看故事 那尤其对于中国古代的一些传说故事 特别有兴趣 刚好像戏曲啊 像不管歌仔戏或金剧昆曲 演的都是古时候的故事 所以我就特别感兴趣 对 所以那次 你说那是多大的时候 国中三年级 就要考试的时候 哇 要考试了 但是心里头还想着这个 但是高中时候有机会接触传统戏曲吗 也有 那时候就是国中开始看了 到高中就是每年会进剧场 对 就固定去支持像何洛 还有唐美云老师的剧团 就这几个剧团的戏这样子 对 然后我觉得比较好玩的是在高三那一年 刚好青春百姆丹亭 就来演嘛 对 然后那时候我是在报纸上就看到了 他们的剧照 就没想到就被剧照就吸引 对 我还记得我把那个沈丰英的照片剪下来 夹在我的国文课本里面 是 高中男生做这样子的事情 其实还蛮少见的耶 就觉得很优雅 很有气质 然后喜欢所以就把它收藏起来 可是那时候其实对昆曲真的完全没有什么了解 对 所以在那之前其实你是没有听过昆曲的 对 所以之前都是歌仔戏这样 所以你是纯粹被剧照吸引 对 我开始怀疑演出结束之后那整排录齐 你是不是有偷其中一面 没有没有 没到这么疯狂 对 而且也真的很感谢公事 就是公事后来青春版姆丹亭跟那个苏坤的长生店 都是公事播出的 所以我都是看电视上的 所以从歌仔戏开始又进入到昆曲 你会不会觉得它之间其实差别其实还蛮大的 表演上我觉得歌仔戏它可能更生活 它的情感的表达更直接更自然一点 那昆曲的程式性更强 所以其实有时候在欣赏昆曲的时候 更多时候也会在欣赏那些程式身段啊 还有那些唱念这些部分这样子 对那在看歌仔戏的时候 有时候更多的会追着剧情 然后也会跟着演员的感情 就是很容易在情感方面受到他们的影响这样子 那你那个时候自己对歌仔戏比较偏好还是对昆曲 歌仔戏其实真的 我觉得就是对戏曲来说就是初恋 就像安琪老师他对金句是他的初恋这样子 对我也是就是歌仔戏 但是真正恋爱的对象就变成了昆曲 就是的确后来蛮痴迷的在昆曲这部分 怎么个痴迷法 就学戏听戏追戏对 甚至我觉得自己有一次很疯的是那个大师板牡丹亭吧 就追到大陆去了 真的 这对我来说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这么疯狂的年轻人 你那时候家人会不会觉得哇 这是怎么回事这么痴迷 家人其实都蛮支持我的爱好 对所以其实不太会就是有什么意见这样子 对所以就开始走进了这个传统戏曲的世界里头了 对对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想要考中文系是因为这个影响吗 其实想读中文系一方面是真的很喜欢传统的这些中国的文学 另一方面其实那时候的自己从从小就很想当老师 对所以就把师大国文系当作是第一志愿 可是真的也没想到后来也没当老师都在写剧本 所以你从一个爱好者到自己开始学系 学系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其实大学的时候参加的是歌仔戏社 就学歌仔戏 可是因为那时候社办其实就跟昆曲社是同一个社办这样子 那他们的公演我也常常会去帮忙跑龙套 谁的公演 就是昆曲社的公演 对对对 你是个叛徒 对啊就那时候歌仔戏社有时候学妹就会觉得我是叛徒这样 真的有学妹这样讲 对就有这种感觉 对可是对我来说对昆曲就是充满好奇 就觉得他们的表演还有他们的装扮其实跟歌仔戏很不一样 对我会觉得那是另外一个世界 我对那边充满了好奇 对 那其实真正学昆曲社到了后来念北义大研究所的时候 我千方百计的回到师大昆曲社去学系这样子 怎么这么有趣 你在师大的时候反而是在歌仔戏社 对 但是你到了北义大以后又跑到跑回师大的昆曲社 对就真的太喜欢了就很想学这样子 所以你就这样子就在昆曲社以及歌仔戏社里两边游走 但那个是学系这个跟写剧本好像又有一些差距 对差很多 对其实大学的时候歌仔戏社有学姐她自己本身在创作剧本 所以她都蛮想引导我跟着来创作这样子 可是我这个人很懒惰很懒得写东写西的 对所以那时候其实没有真的很认真来创作 真的是到后来在北义大念研究所的时候 遇到师如方老师来开编剧课 对 那才在她的引导指导之下慢慢的来写剧本 那你那时候写的是哪一类型的剧本 那时候因为跟歌仔戏比较熟悉 然后真的也是运气 刚好唐美云歌仔戏团唐老师她需要几位编剧 因为她在大夜电视台有一个节目这样子 对所以就被如方老师介绍去引荐去帮她写剧本 所以那时候写了哪些东西 哇就是在电视台其实因为她是个宗教节目嘛 对所以那时候主要都是写一些佛教经典的故事改编的剧本这样子 对那后来是大概写了两三年后 唐老师才开始就是请我帮她写舞台的公演的剧本 写过哪几出 目前到今年算有十出了 哇写了这么多了 对对对就一年可能有两出 所以就蛮快的这样子 对那可能观众比较熟悉像春莹小姑回忆的迷宫 像明和幻想曲 然后像今年有刚演的这一出夜未央演汉武帝的故事 可能就是这些剧目对 其实蛮有意思的就学系的时候因为剧本都是人家写好的固定的 所以你就是背啊然后念啊唱啊这样子 基本上就是怎么样去学习揣摩 那个人物他的感情他的思想 可是真的到了写剧本的时候 蛮有趣的一个体验是自己必须扮演无数个角色 对哦对对对对 所有的人物都是你要来创造 对所以自己有时候其实坐在电脑前面 真的疯疯的就是 你一个人要扮演这么多角色 所以不管是对啊男主角女主角配角 然后正派的反派的各式各样的角色 其实都你一个人坐在电脑前面先饰演过了 对你是真的会笔手画脚 还是你在内心翻腾 其实也笔手画脚可能不会 但是真的你 其实写戏的时候你的情绪是跟着波动的 你写到开心的 你会跟着就是开心 甚至写到感伤的 你真的会跟着掉眼泪 甚至你写到某一句台词 你自己就受不了 你自己先哭了 真的是这样子 就写戏的时候 有时候甚至比演戏的时候还入戏 哦真的 可是你这么年轻 里头有这么多的角色 你怎么样去在写戏的时候去揣摩这些角色 让他们活灵活现的在剧本里呢 是我觉得其实真的创作还有写剧本 它真的非常需要真的是人生阅历 那我现在活到现在三十几年 其实很之前 对 以编剧还有以人生来说 其实都真的 还没有很多很多的体验吧 可是当我写剧本的时候 我常常 例如说我得写到福奇戏 但是我没有婚姻的经验 那 对啊那怎么办 怎么办呢 我觉得这就很有趣了 就有时候其实 我会开玩笑就是说 我们可能不小心要写到杀人的戏 但是我们不需要杀人 去杀人 对对 那写夫妻戏的话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 真的是从生活中 例如说我的父母 还有我的阿姨遗仗 对 各种的生活中看得见的婚姻关系 对就能够给我很多很多的启发 之前像写春衣小姑回忆的迷宫 因为他里面有探讨到 长辈他罹患了失智症之后 对那身为他的晚辈 怎么面对这件事情 然后怎么去接受这件事情 那那时候就会跑图书馆 借了非常多的书 还有相关的影片 对真的 真的得借由这些方式 才能让自己更多的去体验这些 真的在处于这种人生困境当中的人们 他们的感受 对不然有时候自己 虽然也有一点同情心 同理心 但是不见得真的能够体会到这么多 对 像你现在写剧本 已经也写了一段时间了 是 有没有其中哪几个角色 曾经让你觉得最折磨 或最不知道要怎么落笔的 其实真的 我觉得每次写戏真的很有意思 它都是一趟全新的旅程 因为里面的剧中的人物都是 都是新认识的朋友 对 新认识的朋友 对 那我自己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 例如说这十出戏 我是后来真的回过头去看 才发现自己的剧中常常会处理到生死的议题 对 就可能是剧中角色要面临他挚爱的人的离去 这个东西其实就跟自己的人生经验有关系 对 就可能过去也曾经经历类似的经验 那所以其实自己有时候陪着角色走到一些地方 然后当他得面临了所谓的就生离死别的关头 其实后来真的发现自己陪着他们这样一次一次的走过去 是在疗愈我自己 对 我跟着他们哭过一次又一次 写剧本的时候哭一次 然后排列 然后最后演出的时候坐在观众席就跟着掉眼泪 对 我觉得这真的写戏还有陪着这些角色吧 一起经历跟成长 真的是我自己也都在学习 对 那我觉得说到可能挑战性比较强一点的话 可能是像今年的叶未央 因为他要写的是宫廷斗争 然后主角又是汉武帝皇帝 是 对 那其实我这个人相对是简单单纯的人 所以要去揣摩这些人比较复杂的一些心思 猜忌 忌妒 多疑 其实对我来说真的是比较花心思去 不管从其他的影视作品还是书籍 还是从史料 各方面真的都比较费功夫 真的 好 所以在这个剧本里头 好像让你过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 对 是非常非常精彩多彩多姿 也许是平常坐在电脑前面是不会遭遇到的 是 好 那所以在唐美云老师的这十个作品里头 其实这些作品都是你自己想说 我要写什么 然后跟唐老师讨论 还是说唐老师就跟你讲说我要演什么什么 所以你帮我写什么 其实 像其实都有 对 那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像其中有一出文臣公主 对那这个是因为唐老师她本身是一位很虔诚的佛教徒 那文臣公主她是藏传佛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位 对她们来说像是菩萨一般的存在这样子 对所以她就发心想要做这个戏 所以这个题材就真的是唐老师提出来的 那其他大多的题材就是唐老师可能会问说 坚萨啊你你有没有什么故事啊 你有没有想写什么啊 那我可能就会提 嗯那我们来 我们来做一出希腊神话改编的好了 对那我们来做一出可能就是日本平安时代的背景的故事好了 对就会跟老师提 那老师有时候听听故事 他觉得这故事很有意义 他就觉得好 那我们就来制作这个戏 是好那我就很好奇了 这一次你跟国光合作 天上人间礼后主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 这蛮有趣的是有一天就 应该是接到电话吧 我已经真的已经忘了是电话还是email 对就是安琪老师突然就跟我联络 对王安琪老师 对他就说国光要做一个戏 然后要做李后主的戏这样子 对那他跟军方导演讨论之后就想到我 对对对 那我那时候听到其实有点惊讶 因为我过去都是写歌仔戏的剧本 对那我就蛮惊讶的 可是其实因为自己本身很喜欢李后主的词 然后对于这个人物他的经历 我是比较有感觉的 对就是今天你可能让我分到欧阳修 或者分到苏东坡 我可能就觉得嗯 好还好这样子 可是像李后主这样一个多愁善感 可是而且又经历这种亡国之痛 人生这样剧烈的一个起伏的人物 我对他比较多了些的悲悯跟 对他比较有感觉 对所以那时候听了之后就觉得 嗯好啊来谢谢看这样子 好所以建新这个剧本 即将就要在11月23号到25号 在台湾戏曲中心的大表演厅 要来演出 而且这是你第一次做金坤的剧本 是吧 是对第一次 好应该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尝试当中 我相信也是跌跌撞撞 对过程非常非常刺激 是好那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就留到节目下半段 待会我们再请建新来跟我们讲 来跟我们聊聊 他是怎么样跌跌撞撞 这个刺激哦 到底是怎么刺激吧 是 好那我想我们就先卖一个关子 我们待会再为大家来介绍 到底建新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怎么样跌跌撞撞 一路走过来 这一路走过来 春花秋月 小猫所以有独公父 孤国不堪回首 欧月明日中 宵晚雨去 夜夜柔载 只是日君应该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家昂春水相冬了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家昂春水相冬 欢迎您继续回到 不只是昆曲 我是刘嘉瑜 今天在节目当中 为您邀请到 一位非常年轻的传统戏曲的 编剧者陈建兴 建兴刚才跟我们聊到了 他在之前为唐美云歌仔戏团 大概做了十出左右的剧本 那这一次是第一次跟国光合作 是因为安琪老师的一通电话 开启了这一扇门 对 其实听到的时候很惊讶 那后来合作的过程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对 我觉得语言上是蛮有趣的 当然就是歌仔戏一定就是闽南语 对 使用这个语言 那回到金昆基本上就是中文 所以这个当然是我 其实更熟悉的语言这样子 可是反而用这么熟悉的语言 来写剧本是头一回这样子 那其实一开始我觉得 一开始在写的时候 因为自己对昆曲和金句 都有一定的熟悉度 所以就会变成你在写不管是唱词还是口白的时候 很容易就会觉得我得用他们那一种方式来说话 对 我要符合他们的那一种味道 对 可是其实这个反而是给自己一个限制 其实我也觉得很好玩的是 这一次写天上人间 李后祖这个剧本的时候 你才发现你平常去学昆曲唱昆曲的时候 那些运白啊 还有你唱那些曲拍 好像就很自然的 可是其实当你真的要用运白 还有你要用曲词来表达你的思想情感的时候 它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例如说有一场戏是写那个小周后 他跟李后祖两个人就是在花园里面 偷偷约会的这样一个场景 那时候我就觉得昆曲里面 那个庭会里面的一个曲牌很适合拿来用 所以就兴致勃勃的就填了一个曲牌 可是后来安琪老师就指点我就说 其实你真的不要被曲牌给限制了 对 反而是尽情的去发想 安琪老师鼓励我是说 他之前看我在唐老师剧团的一些作品 他觉得那些唱词呢 是跳脱传统的那种诗词 可是又有一种类似新诗的味道 他反而想要这种东西 所以安琪老师他反而希望我 先有什么感觉就先写 就像说话一样 把你想要说的东西说出来这样子 因为其实真的 我写这个剧本 其实当然我自己也有一些 比较慌张恐惧的部分也有 但是其实某方面我又很安心 是因为安琪老师真的就在我背后 有个大扣声 对 我知道就是 不管他有什么样的问题 其实因为安琪老师他在 然后就算格率不符合 他到时候他可以去调整 所以其实这方面反而是我自己 比较安心的部分 但是我这是头一次跟国光合作 他们在文学性 有一些他们的追求 对 我没有把握说 我在第一次的合作就能够去掌握 所以真的在一开始是有一些徘徊不定的 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 因为我们每个月会有定期的 国光这边会有像安琪老师 军方导演 编剧建华他们 然后像趋势科技这边 陈宜珍女士就是Jenny 艺修导演 就是大家一群人一起来讨论剧本 哇 那这样压力不是很大 对 可是我觉得 它是一个固定会推着你前进 对对对 就是你知道你每个月得 得有一些成果出来 然后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其实反而是很享受很开心的 对 因为我只有一个脑 那我会希望哇 这么多人的脑 一起来跟我一起来想这个故事 可以让这个故事有新的可能 或者更圆满这样子 所以其实讨论的过程是很开心的 但是其实真的 你创作得克服自己的恐惧 就是你面对空白的电脑的时候 对 你怎么样打下 你能一行一行的写下去 对对对 是 那其实李后主这个角色 我想对每一个人 大家脑中都已经有对他的想象 然后他的诗词 对于很多人来讲也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所以这样反而让你在做这个剧本的时候 我相信就有更多的一些困难度 所以你是怎么样开始铺陈 你笔下的这位李后主呢 是 其实我觉得也受到日本的文学的影响 对 就是日本人他们传统的文化 相信说人死后如果他有心事未了的话 他很可能会变成怨灵 所以其实日本他们很多的现在的一些神社 里面拜的不是那种可歌颂的那些历史人物 反而拜的是怨灵 就是可能在历史的潮流当中 含怨而终的一些人 那日本人他们担忧说这些怨灵会作祟 所以他们反而会把他们供奉起来这样祭祀 就是你不要作乱 对对对对 那因为过去曾经有一阵子在写迎机物语的时候 对日本文化做了比较多的了解 对 因为李后主我们都知道 他亡国之后到了宋朝 然后最后呢 以史书上来说他可能是病死的 但是更多说法更多人相信的 他是被毒死的 对 就是可能宋太宗赵光义 那时候就送了毒酒去给他喝 这个千积毒药才让他就毒发身亡了 所以以这一个说法 其实我就会在想说 如果李后主他含恨而终 虽然他在他的词中 他不断说他曾做梦回到故国 但是这就只是梦 他其实有生之年再也无法回到南唐去了 这样子 对 所以才在想 也许我们这个故事可以圆他一个梦吧 对 就是让他死后一灵渺渺 成为幽灵了 他反而有机会飞回南唐去 所以你的故事里头的李后主 不是一个真人 是一个死后的灵魂 是这样吗 就我们这出戏其实很有趣 就里面其实只有一个人是真的活在现实世界的人 天哪 其他都是魂 要不然就是精灵这样子 这出戏里头总共有多少个人物 其实人物十个以内 对对对 但只有一个是活人 但只有一个人是活人 而且这个活人他就是故事一开始就出来的 他很重要 对 这个人物呢 他是一个一位女子 他叫月娘 对 那他是由那个朱胜利老师来饰演 这个女子呢 他是李后主的粉丝 哦 粉丝 对 所以呢 他非常喜欢读李后主的词 然后没事就谈谈琵琶 然后就唱唱李后主的词这样子 那他跟他的丈夫感情很好 然后搜集了非常多的南唐时期的古董 例如说玉卢啊 例如说烧槽琵琶 或者画这些的 那后来他的丈夫过世之后 就剩下他一个人 那他有一次呢 他是在谈谈着琵琶 这个琵琶很有意思 他是南唐时期 大周后曾经谈过的烧槽琵琶 哦 对对 那刚好这个古董又流落到他的手上这样子 对那他在谈这个琵琶的时候 当他在吟唱李后主的词的时候 很有意思的是 他身边有一个玉卢 那这个玉卢呢 也是几经辗转 经过了数百年 来到了他的身边 所以就是这么巧合的 在这个烧槽琵琶的声响 然后在李后主的词 然后在这个玉卢又在身边的同时 召唤出了李后主的灵魂 他一灵渺渺就从这个玉卢中就出来了 对那观众就觉得很神奇 李后主他死了应该去投胎 他的灵魂怎么会在这个玉卢里面呢 是 对那其实这个就关系到我们的设定 就是这个玉卢是李后主那时候 在宋朝他喝千姬毒药的时候 陪在他身边非常重要的一个物件 对因为这个玉卢是 他的妻子大周后 生前所使用的一个物品 这样子 所以他非常的珍惜他 那也因为他在被毒死的这个时候呢 其实心中充满了怨恨 同时也充满了一些执念 包含着他对他妻子有一些未解的遗憾 对所以他很自然的 他的灵魂呢 就附着在这一个玉卢之中 当月娘呢 把后主召唤出来之后 我们这出戏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 那这个人物他 我们都叫他曹仙人 但是其实他不是神仙 他的那个身世非常的不凡 就是他是烧草琵琶 的一根断掉的弦 然后这根弦呢 在这个天地间 因为他沾染了大周后的血泪之后 所以他有了灵 对所以他这数百年来 徘徊在人世间 他在寻找一个人 然后这个人呢 就是李后主 对 哇 这些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还是你们 大家一起集思广益 其实这个都是 真的是在 创作的过程当中 大家不断的推翻 曾经提出的想法 然后这样慢慢的 慢慢的去累积起来的 对 所以这个曹仙人 又在这里头扮演着 什么样的角色 这个曹仙人呢 其实我特别喜欢他 因为其实自己以前 曾经在国乐社 有学过琵琶 所以其实对琵琶 这个乐器 有比较一定的了解 然后再来 因为这个烧草琵琶呢 是大周后生前使用的 所以曹仙人 真的有这样的 真的对 历史上真的 就是史书上明确记载的 对 那这个烧草琵琶 他特别的名贵 特别的珍贵 是李后祖的父亲 赐给大周后的 这个大周后生前呢 因为他是个音乐家 他是个艺术家 对 所以他非常珍惜 这个乐器 那其实他们 过去感情非常好 但是后来 却因为小周后的出现 所以让这个 很无奈的这对夫妻 他们就陷入了 一个三角关系 这样子 对 那而且就是 当小周后入宫之后 大周后那时候 刚好生病 当他发现 他的丈夫 这个李玉呢 跟他的妹妹 有往来 对 他其实因为 他非常的敏锐 非常细心的 一个女子 所以当他发现 这件事情 其实他无法承受 悲愤交集 然后他就拨断了 烧草琵琶的 一根弦 对 那这根断弦呢 其实就沾染了 他的血汗泪 所以就有了灵气 所以后来就化身成一个精灵 也就是曹仙人 他就在这天地间飘荡 数百年来一直在寻找着李后主 其实就是因为他知道他的主人呢 是寒怨而终的 所以他的主人其实数百年来 一直无法呢 去转世投胎 所以呢 他希望他能够了结他主人心中的这一个 结这个遗憾 遗憾 对 所以这个曹仙人呢 他就开始寻找了 那真的也就是机缘巧合 所以这烧草琵琶 因为来到了月娘的家嘛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玉卢刚好也出现了 月娘这边 所以才偶然的召唤出了李后主的灵魂 对 其实很有意思的是 他从自己的诗词当中 他回忆起了过去在南唐宫中的那些往事 所以大周后出现了 小周后也出现了 然后呢 他回忆起了自己曾经因为跟小周后的恋情 所以伤害了他的妻子 所以呢 他突然对妻子感到了一种很深的一种亏欠 对 所以呢 他希望去弥补这个遗憾这样子 所以他后来就变成 他想要去寻找他妻子生前遗留下来的一些乐谱 那些遗稿这样子 对 那这些遗稿经历了数百年了 在哪边呢 其实这个就很有意思 所以历史上真的有这些乐谱 以及这一把琵琶是不是 就是历史上是真实的 对 就是大周后本身是一个音乐家 他那时候得到了唐代的尼赏语衣曲的残谱 所以他做了修补的工作 然后同时呢 他自己还创作了非常多的曲目 对 像什么腰醉舞破啊 恨来吃破这些曲子 当然我们后来已经看不到这些曲谱了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剧中的艺术的创造和虚构这样子 对 那烧草琵琶其实现在看不到了 现在我们真的要看得到唐代五代时候的琵琶 那真的得到日本去看 对 日本还有 就日本他们的那个什么国宝 正苍苑里面 我们现在还看得到那种唐代时候那种构造那种结构的那个琵琶 真的 对 可是像烧草琵琶现在是真的看不到了 烧草是哪两个字 那个草呢是木字边的 就是琵琶它那个草 其实就它的背板那个有弧度弧形的那个草 就是木头必须刨空之后 才能有那个空间让声音在里面回荡共鸣这样子 对 那为什么叫烧草 是因为它的木材是比较高档的铜木 然后又经过烧灼之后 所以它的那个声音会更通透 这样子 所以在五代时候是非常高档的 非常珍贵的乐器 对 这样子 所以是历史上真的有这样子的琵琶 而且是属于大周后的 没错 没错 对 所以曹新人也就是因为他跟大周后这种非常紧密的关系 所以他才会帮助李玉踏上了 寻找这个曲谱的这个旅程 对 那所以他们后来呢 他们来到永昌陵 河南永昌陵 然后他们见到了赵匡英 因为这曲谱在他手上 是真的吗 还是这个是你们自己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的想象 不过这也是在史料当中也是有类似的 就是那时候南唐国灭了之后 其实宋朝的将领他们从南唐宫中 带走非常多的书籍典籍还有字画 对 所以我们就假想着 这些曲谱呢 也跟着就被带到了那个赵匡英的礼墓当中了 这样子 对 那历史上赵匡英跟李玉 他们是有见过面的吗 有对 真的有见过面 对还真的有 其实我觉得李后主也是很倒霉啦 因为他就真的偏偏遇上了赵匡英 那赵匡英那时候宋朝就在发展当中 所以他不停的去就是要吞并其他旁边的这些小国 对 因为他有一句很酷的话 他说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吗 对 就是正的床旁边怎么容许有人睡在旁边呢 对这样子 所以这些小国一定要灭掉 对 所以李后主那时候其实国还没灭的时候就是非常卑躬屈膝的 每年都在朝贡送礼物啊送钱给宋朝 就是希望能够延缓南唐的王国的命运 但是最后还是没办法 那王国之后呢 他肉坛出降 就是跟宋朝投降了之后就被带到了汴京去 那其实那时候赵矿印有接见他 对赵矿印就高高在上的在那个城楼之上 然后呢就看着李玉跪在城下 穿着白衣服跪在下面 对 然后还封了他做唯命猴 就是因为我每次叫你来宋朝 然后朝见我你就不来嘛 所以违抗我的命令 那你就叫唯命猴好了 天啊 好讽刺 对那其实李玉到了宋朝之后 一两年后吧 那个赵矿印也就病死了 对所以他们是有一段日子是就是见过面的这样子 赵矿印就是有事没事就会召见 如果有宴会啊或者跟百官有什么 例如说在御花园里面有赏之类 就会把李玉召过来 哦真的 对然后就是说 现在这个风这么的凉爽 你要不要写几句诗来给我 对啊这样子 那其实这个对李玉来说都是蛮屈辱的这样子 那李玉也只能硬着头皮就是做几句诗 那做了之后赵矿印就说 嗯很好 果然就是做汉林学士的料嘛 这样子 太讽刺了他几句 可是李后主也只能说 对就是谢谢陛下的夸奖这样子 也只能这样子 所以历史上真的有这样子 对这些都是史书上有写的 天啊 好悲戚的人生 是所以我们那时候在构思的故事的时候 其实整个编创团队 大家都非常期待这两位君王 一个是开国君王 另外一个是王国君王 而且他们个性又是完全两样 一个就真的是非常历经图治 而且雄才伟劣 就是赵矿印 那李后主偏偏偏就是一个文学家 艺术家新的对他真的就是对诗词 对音乐比较有兴趣 然后当然也对佛学对这些哲学有兴趣 但他对于治国真的就是比较不擅长这样子 对所以当他们两个见面之后 他们居然要一起下一盘棋 你们要让他们一起下一盘棋 是 为什么会要让他们一起下棋呢 这其实我们知道他们见面后一定会展开一场对话 对两个帝王之间的对话 可是以表演来说 如果只是落于两个口舌之争的话 其实以戏来说没什么意思这样子 可是当他们两个得下这盘棋 而且如果李后主侥幸赢的话 那曲谱就让你带回去了 这样子对 所以李后主真的这时候就突然心中 因为对妻子的这个亏欠 让他突然产生了勇气 所以他一定非得赢了这一局棋 对 所以他们下棋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看到了过去他们两军交战的一些画面 然后我们也看到了他们之间作为帝王 他们的一些考量跟他们的格局都不一样 对所以其实这盘棋下得非常有意思 我们现在其实也非常期待 就是真的在剧场里面呈现的时候 对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这样子 对所以其实在曹仙人的引领之下呢 他终于回到了南唐故国 可是已经经历了数百年了 所以当他回到了金陵的时候 他看到的是宫殿都不见了 对他只看到了寻常百姓家 对对对 因为数百年了真的经历了无数的战火 然后沧海桑田的 所以他发现他曾经所拥有的一切 真的都消失了 所以那一段呢 我们有让李后祖呢 他有一个游历南唐故宫的一段戏 可是问题是看到的是他回忆中的南唐 对 已经事实上完全没有这些建筑 对 这些通通都毁坏了 那其实这段戏当初在创作的过程中 是因为昆曲的两处戏给我的一点启发 对 一个是牡丹亭里面的寻梦 因为我非常喜欢这个戏 对 就是杜丽娘她在花园中寻访她曾经的旧梦 那其实像李后祖她回到故国 也是在寻找曾经的梦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其实长生殿下半本 杨玉环她重回唐宫去的那一场戏 对 我非常喜欢这两场戏 对 所以其实那时候在发想故事的时候 就在想 也希望圆一下李后祖的梦吧 这样子 让她能够有机会回到金陵去 对 那其实在我们故事的最后 她会有机会见到大周后 对 所以夫妻就有机会展开了 数百年后的一场对话 这场戏当初就知道会是最难写的 对 因为大周后在听了李玉的倾诉了之后 她最后才能够放下她心中的这个结 这样子 对 所以你们其实是让这个百年来没有办法化解的愿 在你们这出戏里头得到了一个解决 对 其实就是陪着李后祖走这么一趟 其实李后祖他最后突然发现自己经历了他的这一世 其实发现自己什么都没有 他最后其实有一点怅然 对 他觉得自己好像白活了这一世了 可是写到最后 李后祖突然发现其实经历了数百年 大家还记得他 大家还在吟唱着他的诗词 对 所以突然他的心灵获得了一种安慰 所以其实写到这边是我整出戏里面真的是最有感觉的一个地方 这样子 所以你的整出戏里头也用了一些他的诗词 是 对 就是其实我们当然尽量的在整出戏里面找到何用的地方 就会适时的把这些诗词放进去 而且很希望这些诗词在剧中的出现不是只是诗词音唱 它是能够推动剧情 同时它能够让剧中的人物在那个当下真正能够有他内心情感的抒发这样子 对 所以这次观众来欣赏的话 一定会看到很多我们都非常喜欢的那些词句 对 是 好 我想一定很多人非常非常喜欢李后祖的作品 对 那这一次你不仅让他们的这个怨铃 在百年之后获得了一个合计 而且大家还可以从里头又看到了我们喜欢的这些诗词 我相信这出戏看起来到时候一定是非常非常的过瘾 演出的时间呢 其实就是在11月的23号到25号 在台湾戏曲中心的大表演厅 那也是我们非常非常喜欢的昆曲的小声演员温宇航 来为各位演出 好 让我们一起来期待这个天上人间礼后祖 好 今天也非常非常谢谢建心 来为我们介绍他这个最新的剧本 谢谢建心 也祝福你们这个新的作品 演出顺利成功 谢谢 谢谢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那我们下星期见 拜拜 你看 公画都是得唱之 礼目封身 湿滴水 行道花屁 回合去 分明彩虎 奉安市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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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二十一 你 二十一 一 二十一 我只能追尽 才能追尽 這裡是唱盛的了 我醒醒來 你啊 掌啊 我被死了 是掌那是掌 換個衣服 是他饮食相语 你不允许